大家好,我是千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耐寒的茶花 茶花是属于木本的每一年冬天都会开放的花 所以呢,在冬天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 它花开谢之后呢,及时给它的修枝,修剪 第二条呢,就是在它的根部呢 买一些有机的零甲有机肥 为来年开花孕育营养做准备 我们可以买一些不用花钱的 比如说鱼肠啊之类的,这种比较荤的这种 埋在离它根部二三十公分的地方 挖一个坑,挖一圈 这样子呢,有利于它的营养的吸收 也不会导致它烧根 茶花它是属于顶端开花的 基本上它的花苞的孕育呢 是在新枝的顶端会长出一些花苞 当然品种不一样呢 它的就是孕育的花苞也是不一样 像这一种呢,它就是每个是一朵 有些品种呢,一个枝头上有三四个花苞 多的话有五六个花苞 地摘的茶花呢,它的管理很简单也很方便 基本上是每一年都会开花的 茶花很耐寒,在我们江西这边呢 零下六七度的气温在户外完全是可以过冬的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切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